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黑 每天为你更新滑翔杯采购视频 今天我们是来市场挑了一个我手上这个大号的切菜板啊 12.9寸的ipad pro 然后是2020款的 原本我们家里是有一个比较亮的 但是那个价格比较贵 然后小伙伴说你看能不能找一个便宜点的 我们就到市场给他挑了这一台边框磕碰的 然后便宜个两三百块钱 他也能接受 是吧 其实这种外观花的那个ipad pro 它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因为只是一个外观磕碰 你其实带个保护套 它就看不见了 这个东西 它又不像那个手机 你天天要带着 这种基本上都是放在家里学习啊 刷剧啊 所以说对外观其实可以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这台机器是三千多拿下的 如果说现在是亮机的话 插卡128的 它要差不多去到 四千这样 所以说这台机器便宜个两三百块钱 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然后这个插卡板呢 它是可以插这个手机卡 但是它不像手机 有很多小伙伴他以为是可以打电话的 然后这个是不可以的 它是只能用那个手机卡的流量去上网 这样而已 你们觉得这种外观花的机器划算吗